我想問電車的ETF 2845 文莉小姐 她168元 她說有400股 她說一路其實都有走 應該怎樣減榜好 其實真的說真的 我也沒有想到 始終內地的鋰電磁箱 表現這麼嚴重 其實大家都要知道 2845雖然叫做電動車的ETF 但它最主要是買中國的概念 其實裡面包含的 不是只有比亞迪 其實裡面傳統最多磁箱 大家會想到寧德、緊鋒 其實一向都不小 但大家會看到這段時間 其實內地的創業版 大家知道寧德是創業版很有關係的一隻股份 其實真的可以走 走勢是不行的 變成我自己會覺得難搞少少 走勢上坦白說難搞少少 你說要解釋的 那它們那邊最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短期的就是復工問題 第二的 始終它的成本上升了很多 令到第三點出現了 就是我之前已經說過 其實這些電磁股當時 不便宜 其實年底的時候真的不便宜 那一刻你看到幾個月一夾就 現在的走勢 錢就這樣流出來 我只可以這樣說 要看看究竟 因為這個比較看中國那邊的消息 你真的要看疫情而已 第二 真的你要看的就是 究竟商品會不會回一些 令到大家覺得 你的毛利不會再硬壓下去了 那第三 就是剛才我說的 究竟接下來一些內需消費的數據 會不會開始好呢 究竟會不會原來真是純粹 疫情令到大家的消費意欲很低 究竟是不是真的會重新有一個復甦回來 明白